再看的是马总统 他为了宣传签订ECFA的好处 上午参访了传统产业 跟业者之间面对面的座谈 他特地再次强调 签订ECFA之后 不但是可以增加六万个工作机会 业者的订单更会加倍 不过呢 他也要业者要增加员工 千万不能够变成血汗工厂了 总统 总统要请你点减薯吗 点点头说谢谢 马总统走进电梯上楼参观工厂 要不要成立廉镇公署 没有正面回应 因为他今天要来看看 签订ECFA之后 对传统产业带来什么好处 我听说你们因为签了ECFA之后 而扩充的这个产能跟外销的话 可能会多雇70个人是吧 我们这次估计是整个 早收清单所带来的效应 大概是六万人左右 这是个估计的数字 但是受惠的呢 就刚刚讲两万三千多家中小企业 大概有42万的员工 对着业者马总统力多大放送 尤其听到工厂的订单 多到连假日都要加班 更是开心到连冷笑话都出炉 如果再加班下去变血汗工厂呢 所以就要加人了吗 老板们有没有听到马总统有交代 可千万不能忘 就怕ECFA一千富士康事件在台湾上演 那可就等不偿失 明镜喜欢唱片 郭忠祺 台湾到